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法医秦明 诗语者 本书由市厅书院制作 第十九案 校园禁地 在吗 清早我刚到办公室 一打开QQ 就有头像在捣动 省城的那起精神病杀人案结束后 省内消停了一段时间 每天我上班处理处理伤情鉴定 发法通知通报 甚至还有空协助师傅举办了一次全省公安机关法医技术培训班 日子就这样 一天一天地过去 闲得很 自然也很惬意 转眼就到了每年最热的时期 恰巧因为办公大楼扩建 我们办公室的窗户被封了起来 空调也被拆了 每天在这么个密闭的空间 全靠一台两百多元钱买的空调扇消暑 上班成了煎熬 看到一个朋友的QQ留言 我无力地擦了擦汗 调整了一下空调下的风口 在QQ上给他回话 在 咋了 云台大学发生命案了 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 铺天盖地都是新闻了 你怎么不知道 听朋友这么一说 我惊出一身汗 赶紧点开了几个省内的新闻网站 果不其然 清一色的头条 云台大学小树林 金晨 京县女师 看来是发生了影响极其恶劣的命案 这就是我们省厅的管辖范围了 我一把抓起电话 拨通了师傅的办公室电话 看来你知道了 那就不多说了 触发去云台吧 师傅下达了命令 一路上 我都在感叹媒体效率之高 看时间 应该是早晨七点左右 有大学生报案 八点整 省内各大网站都已经发布了消息 好在辖区民警到的比记者早 早早拉起了警戒带 不然案件的关键照片一旦泄露 可能会有更恶劣的社会影响 也不利于下西部的侦查工作 车开得惊心动魄 很快便到达位于高速出口边的云台大学 云台大学在省内是名列前茅的高等院校 学校占地两千余亩 载小学生有两万余人 我们的警车夜市入学校的大门便引来无数学生侧目 不需要问路 随着人流的方向 我们很快找到了案发现场 云台大学 风景如画 小桥流水 洋流依依 美丽的风景背后却暗藏杀鸡 因为校园面积大 很多地方成了治安死角 好在是在大学里 不然肯定会滋生出更多的犯罪事件 案发现场就位于图书馆和女生寝室之间大道旁边的树林里 这条大道是学生往返图书馆和女生寝室的必经之路 平时熙熙攘攘 倒也看不出有危险显患 但是一旦过了人流的高峰期 这条悠长的大道是非常僻静的 大道两旁是两排笔直的松树 长得十分茂密 不阅过松树 到松林后面看看 根本无法知道后面是什么样子 而警戒带就拉在松树上 我整理了一下胸前的现场勘察证 开门下了车 拿出后备箱中的现场勘察箱 其实人群被警戒带阻挡在松树外面 根本看不到松林里面是什么情况 但是仍旧大量学生模样的人在四周围观 还有背着包拿着摄像机的记者 在人群中不停询问 希望能问出一些线索 我笑了笑对人群说 啥也看不到 回去吧 然后掀起警戒带走进中心现场 一眼就看见师兄黄之队 他正蹲在松树的后侧呆呆地出神 我走过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我来了 黄之队梦中惊醒一般 站起来抖了抖裤腿上的泥巴 说 我正诧异的 这个学校弄个这样的地方出来 岂不是给犯罪分子制造温室吗 我抬眼望去 确实有些出乎意料 这排整齐的松树形成几道天然屏障 划一片空旷的灌木丛和大道隔开 这片灌木丛的四角摆放了甲山 甲山之侧种植了成片的竹子 包围着灌木丛 灌木丛大约有四五亩的样子 不知道学校要将这里留作何用 要是犯罪分子躲在灌木丛里 周围的人根本无法发现 进入灌木丛后若不是大声呼喊 周围的人也难以发觉 大概是什么情况 我看狠解园们正趴在地上 努力地寻找痕迹物证 便没有继续往现场中心地带走 站在原地 问皇者对道 面积太大 不能确定犯罪分子是否挟持死者 进入这里的通道 所以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是学生报答案吗 不是 皇旨队说 这片灌木的主要水分来源是雨水 但是如果持续一周都是晴天 学校就有专门的园丁进来浇水 是园丁发现的 我问 是近来就发现的 还是 不是 大声汉从外到里的顺序浇水 交到灌木从中央的时候 发现了尸体 于是报答案 也就是说 周边记住灌木从中央的通道 都被破坏了 我急着问道 皇之队无奈地点了点头 学生们知道这个地儿吗 我环视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觉得这个寂静的地方 实在是非常隐蔽 应该有人知道 但是谁会来呢 外面没有通进来的小路 里面也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 关键是夏天 这里蚊子多呀 皇之队一边说 一边挠着自己的胳膊 我看了他一眼 果然他的胳膊 给蚊虫叮咬了几处 死的是大学生吗 我问 木剑尸体还没有检验 身份还有待确认 听报案人说 是个年轻女性 又在校园 所以我们认为 是大学生的可能性极大 就在此时 忽然一阵呼天抢地的声音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我看狠解员们 还在茫茫碌碌地 勘察周围现场 和巡视外围现场 估计一时半会儿 我也进不了中心现场 于是便从松林中穿了出来 一眼就看见警戒带外 一名中年妇女 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听不真切她哭喊的内容 只能断章取义地理解为 她是在自责 那名哭得几近 崩溃的中年妇女身边 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眼睛红肿着 一直搀扶着身边的女人 我走过去出示了警官证 问 你好 请问你们是 这是我母亲 里面的死者 可能是我妹妹 胡月月 小伙子抽气着说道 你先别急 慢慢和我说 怎么回事 您怎么知道 死者是您的女儿 我蹲下来 看着已经哭得快 昏死过去的中年妇女 中年妇女没有回话 整个人哭得回不过神了 小伙子替她接话道 是这样的 一个多月前 我妹妹放假在家 也为一些所事和妈妈吵了起来 然后就跑走了 从那天起 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她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转过头 发现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 一边擦着头上的汗 一边气喘吁吁的说 我是胡月月的年纪主任 我们已经向派出所报了失踪 最近一直都在打定她的下落 这个 会不会是她 失踪一个多月 我问 年纪主任和小伙子 一起点了点头 那不可能是她 我说 我们发现的这个受害者 是最近被害的 听我这么一说 中年妇女眼中 放出了希望的光芒 此时 从松林里 慌慌张张地跑出来一个民警 冲我说道 快去看看吧 又发现一具尸体 白骨化了 中年妇女一听 马上昏死过去 我大为牙齐 原本盼望能通过外围现场的搜索 发现一些关键的痕迹物证 没想到 却发现了另一具尸体 当我跨进灌木丛时 发现技术人员都围到了灌木丛尽头的围墙根 慌乱地拍照 寻找痕迹 黄支队看我又重新走进来 说 真是倒霉 要么不发命案 一发就是两句 我镇定了一下情绪 说 现场通道打开了吗 附近泥土上 没有发现有用的痕迹物证 你可以去看看尸体状况了 黄支队说 我点了点头 穿上现场勘察装备 伸一脚 剪一脚地向第一具女士走去 灌木丛的蚊子确实很多 痕迹员都在一百米外的墙根处 勘察白骨化女士 我和黄支队走到第一具女士旁边 尸体显然死亡不久 实际还很强硬 但是尸体裸露的皮肤外 爬满了黑色的小虫 死者是一名年轻的女性 羊面躺在灌木丛中 全曲着双腿 死者的上衣被撩到乳房上 内衣也被解开了 牛仔裤的扣子拉链被拉开 露出白色的内裤边 看来是性其害啊 我说 黄支队点点头说 夏天这样的事情多 我慢慢蹲在死者旁边 观察着尸体 死者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女性 主要的损伤位于颈部 死者的头部向右侧歪着 双眼紧闭 左侧的颈部血肉模糊 看不真确颈部皮肤的损伤情况 我掀起死者的眼瞧 是苍白的 死者的皮肤本身就很白皙 在失血的情况下 显得更加惨白 看来是有将近的过程吧 黄支队指着死者双脚下方的泥土痕迹说 我看了看 死者双脚下方的泥土 果真有明显的灯擦痕迹 于是把尸体轻轻抬起一些 露出身体下方的泥土 不太想 我说 如果有在泥土地上被压住 强切的过程 臀部下方的泥土 应该表现出一些被压缩擦蹭的痕迹 这个没有 我又拉开死者的裤腰 简单看了内裤的状况 说 白色的内裤没有黏泥土 臀部皮肤也没有 凶手应该没有脱下他的裤子 可能并没有食指性的兴起和行为 黄支队点点头 说 嗯 有道理 但是这个凶手杀人 就是为了掀起上衣 拉开裤子拉链看看 我前不久办过一个案件 我说 也是以强奸为目的 但是并没有强奸成 原因可能就是被害人在生理期 或者凶手 发现被害人已经死亡 哦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案件 是个高中女生 黄支队经常参加省内的疑难案件 侦破技术研讨会 对省内发生的一些疑难重大案件 了如指掌 那个案件 是凶手用力过大 不小心把被害人掐死了 所以没有强奸 这个案子 你看 黄支队轻轻捏了一下死者的颈部皮肤 皮肤上的窗口立即呈现出来 黄支队说 你看 颈部这么多窗口 凶手就是要置他于死地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要紧 我说尸体不会说话 尸体可以还原真相 我环绕尸体一周 发现死者的双手紧攥着 我重新蹲下身 想掰开死者的双手 但因为尸僵形成的很强性 我怎么也歪不开 透过指缝 看见死者的双手手心 钻了一把枯枝 隐隐叙叙 还有阴红的血迹 我抬头对黄支队说 看来 他死之前 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黄支队依旧在查看死者颈部的伤口 说 颈部神经末少丰富 他的颈部遭受了多处刺创 应该会比较痛苦 嗯 我的意思是 他受伤到死亡 应该经历了一个过程 我说 死者的身份有头绪吗 黄支队摇了摇头 拿出对讲机 检验了一下是否状态正常 说 奇了怪了 就这么多血声 撒下去这么大的网 局长还没有消息 没有失踪女生吗 我问 是的 黄支队说 除了外面的胡月月家长 反映说胡月月一个多月前失踪以外 目前 还没有发现其他失踪女生 恐怕 不能把视线固定在本校女学生身上 我开始检查死者的裤子口袋 死者没有随身物品 没有手机 没有包 如果他不是本校女生的话 很有可能是被犯罪分子拿去了 黄支队分析的 你看这是什么 我检查完死者牛仔裤前面的口袋 没有发现物品 在检查后面口袋的时候 发现一张小纸片 火车票 火车票显示的 是从龙岗市到云泰市的火车 发车时间是前一天晚上八点 按旅途时间计算 如果这张火车票是死者的 死者应该在昨天晚上十点三十分左右 到达云泰市火车站 即便是打车来云泰大学 再走到这个地点 至少也十一点三十分了 死者是干什么的 他来云泰大学做什么 我说 不管怎么说 很有可能 他是和云泰大学的某个学生 有着某种关系 比如男女朋友 闺蜜 看来 黄支队 你要吩咐下去 扩大排查范围了 不仅要找本校失踪的女生 同时也要找 怀疑自己的朋友失踪的人 另外 黄支队安排把尸体拉走吧 要有时代国好 别让外面的记者和学生看见了 不然影响就太恶劣了 黄支队拿出对讲机 走到竹林旁边 开始布置任务 我向一百米外的另一具尸体走去 另一具尸体 位于云泰大学的围墙墙根 是这片灌木林的最秀深处 墙根处的泥土 低于灌木丛的地平面 形成一条天然的小汉渠 尸体就位于这条小汉渠里 乍看 只能看出是一副 白森森的人体骨架 却不能看清 死者到底处于什么体位 我走进尸骨 仔细观察 才发现死者是腹部在地面 头侧向右侧 左脸着地 头颅也就完全白骨化了 但可以看到 口中塞了一团卫生纸 卫生纸呈现出暗黄色 因为时间长久 已经开始风干破碎 死者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 绑手的部件 是一条女士牛仔裤 尸体的身侧 有一条粘腑了泥土的 黑色女士三脚内裤 尸骨的下身 没有任何义物 尸骨上身 穿着白色短袖T恤 和黑色的内衣 都被掀翻到腋下 暴露出空洞洞的胸腔 尸体一头 黑色的长发 披萨在后背 仍在随风清白 除了腿部 少数基础仍在 还有一些内脏 风干正所以外 其他的软组织 腐败殆尽了 正在见一些尸骨的 高法西 看到我走过来 点了点头 说 这恐怕时间不短了 书上说 尸体暴露在空气中 完全白骨化 是两到三个月 一旁的石膝 法西插画道 不会那么长时间 我摇了摇头 说 现在是每年 最为颜色的季节 而且南方城市潮湿 加之这个密不透风的 像天井一样 封闭的环境 和满地的昆虫 尸体白骨化 会加速的 说完 我从地上 捡起一节 干枯的竹枝 拨动了一下 尸骨下的树叶和泥土 果然有几只黑色的昆虫 迅速地爬出来 看死者穿的是短袖T恤 应该没有太长时间 高法医用教导的语气 对实习法医说 我估计 也就一个月左右 就可以形成 这项程度的白骨化 我看现场外围 一个家长 正哭得死去活来 估计 他是有充分理由 确定这个死者 就是他的女儿 我说 据他说 他女儿 就是失踪了一个多月 我蹲在尸体旁边 仔细观察着尸体 尸体没有了软组织 只有一副圣人的骨架 我一时 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检验 尸骨身下的地面 被一些树叶和枯树枝覆盖 突然 尸骨下身的几根干枯竹枝 吸引了我 我慢慢挪过身子 轻轻拿起那几根竹枝 晃动了一下 一股冷汗 从后被冒了出来 接踵而来的 是愤怒的热血 涌上心头 狗事的 真变态 我咬着牙说 看到高法西 和身边几名技术员 惊吓的表情 我解释道 你们看 这些枯竹枝覆盖在地面 却隐藏了这三根竹枝 我一边说 一边把三根竹枝 拿起悬枯 只见这三根竹枝 前端 其实是位于尸骨的骨盆内的 也就是说 这三根竹枝 是被凶手 从死者的会心部 刺入盆枪的 发现了这个问题后 技术员们 纷纷咬牙切齿 我小心地测量了三根竹枝 进入盆枪的长度后 说 刺入这么深 应该是刺破子宫 进入腹枪了 台照固定后 我把竹枝 从死者的盆枪中 抄了出来 看了看 说 你们看 竹枝的前端 比后端的颜色深 那是血 高法医 没有走过来看竹枝 他用止血前 拨弄尸骨下身位置的泥土 说 死者下身位置的泥土 表层颜色加深 也是血 他应该是失血死亡的 现场勘察已经结束 我和身边的技术员 合力把尸骨装进尸袋 尸骨的软组织 完全腐败消失 骨骼之间 没有了连接 所以说 与其说是把尸骨抬进尸袋 不如说 把尸骨一块一块地 捡进尸袋 嘶 奇怪了 这尸体不臭吗 实习法医一边搬尸体 一边问道 尸体高度腐败后 也就一周多的时间最臭 学校是一个月前才开学的 也就是说 尸体腐败的时候 学校还在放暑假 这是其一 高法医说 其二 这里的环境就像一个天然天井 距离有人经过的路边 还有不少距离 即便有人经过 也未必能稳当 我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 然后又重新翻下腰 把尸骨一块一块放入尸袋 在我们合力想把尸骨的躯干部分 一次性搬进尸袋的时候 突然从尸体中掉落了一个亮闪闪的东西 我的眼睛一亮 说 等等 这是什么 我从勘察箱中拿出止血钱 小心地把这个东西牵了起来 原来是一枚亮晶晶 银白色的钮扣 钮扣的中央 有四个用于固定在衣物上的小口 孔中还可以看得见 已经发黄的线头 为了防止线头脱落 我赶紧把钮扣 装进了透明的物证袋中 然后拿起物证袋 仔细观察 钮扣上没有其他的特征 只有四隐四线的几个凸起的字母 用拼音拼出来 是飞音 黄之队 你怎么看 我看黄之队走了过来 问道 死者穿的T恤没有扣子 内衣也不可能有这么大个的扣子 除非是牛仔裤 黄之队的眼光 射向尸袋中 仍捆在死者双手上的牛仔裤 我走到尸袋旁 把牛仔裤 轻轻地从尸骨双手上 退了下来 这是一条夏天穿的薄牛仔裤 膝盖处附近 故意开了几个破口 显得十分时髦 臀部位置 有针绣的牡丹花 是一条 比较有特征的牛仔裤 我翻来覆去 仔细看了牛仔裤 说 排除了 这条牛仔裤上 没有类似的扣子 也没有哪里 有扣子脱落的痕迹 那就有价值了 黄之队说 这个没人来的地方 怎么会有个这么新的钮扣 多半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是的 我也觉得这枚柳扣 非常可疑 我说 开始我们并没有发现它 但当我们搬动尸体的时候 它就掉了出来 我很怀疑 是不是被害人 在遭受侵害的时候 从犯罪分子身上揪下来 握在手中的 如果真是那样 高法医插话说 这个小女孩 在被侵害的时候 就想到了结局 她是为了我们能破案 能为她伸渊 再死死攥着这颗钮扣的 听了高法医的一席话 大家都沉默了 暗自咬牙发誓 要将凶手 绳之一发 去殡仪馆吧 看看尸体再说 我一边说着 一边把牛仔裤 和死者的三脚内裤 分别装进两个 透明的物证袋 拿在手上 率先走出了现场 现场外 胡悦悦的母亲和哥哥 被派出所民警 扶进警车内坐着 我走到车窗边 敲了敲窗户 向胡悦悦的哥哥 招了招手 胡悦悦的母亲也听见了 警觉地看着我 胡悦悦的哥哥 开了车门走下警车 我拿出透明雾正带 给胡悦悦的哥哥 问她 认识这条牛仔裤吗 话还没有说完 我就发现胡悦悦的哥哥 双眼顿时充满了泪水 我明白过来 看来这条牛仔裤 真的是胡悦悦的 死者很久可能 就是胡悦悦 我拍了拍 胡悦悦哥哥的肩膀 说 要确定是不是你妹妹 还要看DNA解业结果 我觉得这句安肺 实在苍白无力 于是接着说 兄弟 节顺便吧 我觉得你现在 更应该做的 是安慰你母亲 嗓子之痛 刻骨铭心 你要稳住她的情绪 别出什么事 毕竟是男人 胡悦悦的哥哥 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悲痛 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见她情绪有所恢复 紧接着问 在看到这条牛仔裤之前 你们是怎么确定 胡悦悦惨遭不幸呢 失踪 不等于遇害啊 但是我开始看见 你母亲的反省 似乎内心 早已经确定 她遇害了 一个多月前 胡悦悦的哥哥开口了 悦悦放暑假在家 因为家里的一些琐事 和老妈发生了争吵 吵完了就说要回学校 你家住在哪 我问 我家就在云泰 不过我们住北边 学校在南边 从我们家到学校 打车要将近半个小时 如果坐公交车 至少也要一个小时 她说 当时吵架的时候 已经十点了 她转头出了家门 老妈也没管她 放假的时候 学校的宿舍也可以住吗 你知道这个学校宿舍 一般几点熄灯关门吗 可以住的 很多勤工俭学的学生 放假都住在里面 月月有一年暑假 也没有回家 就住在宿舍里 他们寝室 是十一点三十分熄灯 十二点关宿舍楼大门 她说 老妈开始认为时间足够 她可以回到宿舍 但是过了一会儿 想到现在仍是假期 终究不放心 就打她的手机 当时是十一点三十分 月月也接了电话 语气很不好地说了几句 突然就没了声音 电话也没挂 电话那头 也没声音 老妈以为 她还在生气 但听说她到了学校 就挂了电话 也没在意 可是第二天 我知道此时候 再给她打电话时 电话已经不通了 去学校找 学生都说前一天回家了 没再回了 我就觉得不对 我和学校老师说了 老师也去报了警 警察在周边贴了学人几事 并找了几圈 没有发现 我想了想现场的状况 即便警察走到灌木丛中 若不走到前根处 也发现不了汉渠中的尸体 她接着说 看是以为月月离家出走了 但是时间一长 我们就有不祥的预感 后来老妈说 她回想了一下 当天晚上的电话 说总觉得电话 突然没有声音 有些蹊跷 而且背景中 仿佛有那种响喊 喊不出来的 压压声 越想越怕 直到今天早上 听说学校发现了死人 我们心底 就基本确定是 越跃越害了 说完 她又忍不住 愁气起来 我安慰了她几句 转头和黄之队 并肩往车的方向走 我说 听她这么一说 死者在打电话的时候 被突袭的可能性 非常大 黄之队点了点头 刚坐上警车 装着尸骨的尸袋 就被抬出了警戒带 我突然看见 胡月月的妈妈下了车 我也赶紧下了车 向她跑去 一把拦住了她 你干什么 胡月月的妈妈哭喊道 我在看看 我女儿一眼也不行吗 阿姨 你冷静些 我说 你还是别看了 真的 相信我 别看了 我们会为她报仇的 好吗 我知道 如果她看见了自己漂亮的女儿 变成了一堆白骨 她一定会疯的 胡月月的妈妈 被两名女警搀扶着 重新坐回了警车 我看着尸袋装进兵仪馆的运尸车 也默默地坐回警车 我的胸口 如同被大锤 锤过一样 解剖室内 我们先开始检线白骨化的女尸 我拿起死者的头颅 因为追尖组织已经腐败消失 头颅和颈部已经无法相连 头颅一拿起来 粘腐着黑发的头皮 哗的一声唾落了 露出了光秃秃的颅骨顶部 我正在观察颅骨口腔内的卫生纸的时候 突然从口腔里 快速爬出一只黑色的多角昆虫 爬进了颅骨的眼波 着实吓了我一跳 没有软组织了 高法医说 实在没法发现更多的线索 不 亲自上解剖台的黄之队 拿起蛇骨 轻轻地按压着 死者的蛇骨虽然没有骨折 但是蛇骨大脚的活动度明显增加 说明死者颈部遭受过暴力 不过应该不是致死的原因 倒是有可能致昏 我点了点头 认可黄之队的判断 这就好解释了 现场有大量出现的痕迹 说明凶手是在死者活着的时候 将三根竹枝插入死者会阴的 但死者身下的地面没有挣扎的痕迹 除非是昏迷的状态才有可能 我说完 随即拿起死者的宽骨 说 死者的恰选和坐骨的骨猴还没有完全续合 应该不到22周岁 很符合胡月月的条件 高法医说 他今年上大四应该是这个年龄范围 没法发现更多的线索 我们只好开始检验另外一具尸体 尸体刚被我们台上解剖台 黄之队的手机响了 黄之队一边脱下手套 一边说 你们继续 我接个电话 于是拿出手机 走出了解剖室 我们刚检验完尸体的衣着 没有明显的线索 当我们开始去除尸体的衣物的时候 黄之队走进了解剖室 说 有进展了 我承认 我最喜欢办案人员说这四个字 每次说出来 都有种振奋人心的感觉 这名死者基本确定了 黄之队说 不出意外 这女孩儿是龙岗师范大学的陆苗 她和云泰大学的一名女生 是高中同学 关系很好 据那名女生反映 昨天晚上 陆苗和她在QQ聊天 陆苗语无伦次 表达出失恋的意思 这名女生一直在安慰陆苗 陆苗却坚持要来云泰大学找她 这名女生说从龙岗到云泰 要两个半小时 太晚了 让她天亮了再来 陆苗也同意了 然后就下线了 晚上11点30分 这名女生已经睡了 突然接到了陆苗的电话 但是当她接的时候 对方已经挂断 再打过去 电话就提示不在服务区 她也没多想 直到今早 我们提供了那张从龙岗到云泰的火车票 她才意识到死者可能是陆苗 死者照片变人了吗 我问 黄车队点了点头 说 另一个好消息 我们找到证据了 证据 我很诧异 因为通过现场勘察 我们并没有发现 可以证明犯罪的证据 是的 黄车队微微一笑 说 我们发现的那枚钮扣 表面非常光滑 是指纹辅着的良好载体 所以 狠检部门对钮扣进行了处理 在上面 成功发现了一枚残缺的指纹 因为残缺的指纹上 有很多特征点 能对甄别犯罪协议人的工作 发挥重大作用 这个好消息 让我们仿佛看见了曙光 不过 这只能对甄别犯罪协议神秀秀 怎么去把犯罪协议神摸出来 才是当务之急 所以 我又转身 开始继续对陆苗的尸体进行检验 陆苗的致命伤 在左侧颈部 血肉模糊 我们照相固定以后 用潮湿的纱布 仔细清洗了 他左侧颈部的皮肤 竖出窗口 随即浮现出来 我们仔细观察了 死者的颈部皮肤 发现窗口的周围 还有很多细小平行的划痕 成双成对 这应该是什么工具形成的呢 高法医说 窗口成椭圆形 而且不容易发现窗角 实在难以推断智商工具啊 我点点头 说 打开看看吧 通过对陆苗颈部的解剖检验 我们发现他的右侧颈部 有皮下出血 黄指队说 这个也有恶景的动作 我继续用刀剑 划开他左侧的基硕组织 发现他的左侧颈总动脉 有一个破口 有一处刺窗 深达器官 刺伤了生门附近的软组织 这样的损伤 足以让死者失语 为了仔细观察破口的形态 我拿来了放大镜 对准破口 仔细观察 破口倒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但是破口旁边的肌瘦组织中 有一些痕迹 引起了我的注意 用强光灯绕射 仿佛能看见肌瘦组织中 插着一个细细的黑影 我用止血钱 小心地把这个黑影夹了出来 用放大镜 仔细观察后 又仔细看了看死者颈部 皮肤的细小划痕 说 我知道了 智商工具是竹枝 竹枝 高法医说 竹枝能刺入颈部 我点了点头 说 你看 窗口的截面是类圆形的 直径也就和现场地面的 那么多干枯竹枝差不多 窗口的两脚都有平行细小的划痕 符合竹枝一头的两个突起点划痕 这应该是竹枝多次刺激颈部 有的刺激动作刺偏了形成的划痕 最重要的 你们看 它的颈部深层肌肉内 居然插咬竹枝上细小的竹签 应该是竹枝刺入颈部后 因为颈部肌兽的反射性收缩 收缩的肌兽 夹紧了竹枝前端的毛刺 并折断了其中一根竹签 听我这么一说 大家又重新查看了尸体颈部的窗口 纷纷同意了我的意见 经过对尸体的系统解线后 我们没有在其他部位发现明显的损伤 除了死者的会音部发现了多处挫伤 有强奸 高法医说 我摇了摇头 说 不 刚才我们已经检查了尸体的后背 后背皮肤和皮下组织没有挤压形成的出现 所以 我基本可以断定 死者生前并没有受压 死者的阴道擦拭部和子宫 刚才也检验过 并没有可疑的东西 我不赞成有被强奸的过程 这个挫伤 你认为是猥亵 对吗 黄之队说 挫伤呈小片状 不连贯 我说 这符合手指形成的特征 结合现场的情况 死者的牛仔裤扣子和拉链被打开 却没有泥土粘腹内裤和皮肤 说明凶手并没有脱掉过死者的裤子 只是伸手进去 积极猥亵的 这些挫伤 大部分有明显的生活反应 但是也有几处粘膜波脱 没有生活反应 黄之队说 猥亵的过程 应该是在死者受伤 无抵抗能力以后 整个过程 从他濒死 持续到死亡 这 太变态了 高发一皱眉道 看检验完毕 在没有能发现线索的可能以后 我们决定去专案组 听一听前期的调查情况 到达专案组以后 云太市公安局李副局长说 目前我们最犹豫的事情是 这良起命案能不能串并 串并问题都搞不清楚 就难以进行下一步工作 大家都在沉默 因为没有拿到 能将良起案件串并的直接证据 大家都在构思 如何能通过案情 将良起案件进行串并 我举了手 说 我觉得 这两起案件 可以串并 黄支队也点了点头 说 我也觉得 是一个人干的 李局长问 能不能说一下你们的依据 我说 第一 作案 作案地点相同 能发现并选择现场这样 看似隐蔽又不隐蔽 说不隐蔽又很隐蔽的地点作案 应该是对现场和现场旁边大道 非常熟悉的人 凶手知道这里 没有人会进去 不大声叫喊 外面也不可能听见声音 他还知道 外面大道上 什么时候 人比较少 我喝了口水 接着说 第二 作案时间相同 如果能确定两名死者 分别是胡雪雪和陆苗的话 李局长打断我说 都已经确认了 我点了点头 接着说 那么 他们遇害的时间 应该都是晚上11点以后 第三 选择目标 作案动机相同 选择的都是独自行走在大道上的单身年轻女性 受害女性的特征部位都遭受了侵犯 说明凶手的目的都是性侵害 最关键的是 胡月月遇害的时候 应该是他母亲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鲁苗遇害的时候 应该正在给他的好朋友打电话 也就是说 犯罪分子选择侵害的目标 都是正在打电话的女性 因为他认为 这个时候的他们 注意力分散 警惕性不高 能有效抵抗的概率非常小 黄之队说 嗯 说得非常好 我要补充一下 使用的手段 作案工具相同 两具尸体 都有被恶警的过程 而且凶手 拿竹枝刺穿了陆苗的颈部 用竹枝刺击了胡月月的会音部 在现场取材 取的都是竹枝 应该可以说明 是一个人所为 李局长点了点头 说 那你们有什么建议呢 排查从哪里开始 我说 我觉得凶手 肯定是潜伏在校园中 可以自由进出校园 而且对校园整体构造 尤其是那片灌木层 非常熟悉的人 高法医说 嗯 同意 我觉得应该从学校的工作人员开始 摸排范围逐渐扩大到男性学生 尤其是要从暑假期间 还滞留在学校的人入手 因为第一名死者被击害的时候 学校还是放假状态 我补充道 尽快查 现场的大道很长 如果凶手尾随或露狱 在那么晚的时候 死者不可能不对他进行防备 不可能一点没有抵抗 就被拖进灌木层 所以我认为 最大的可能 是凶手潜伏在灌木层中 等待单身女性出现 那么 这个季节 这个地点 凶手一定会被毒蚊子 顶得很惨 黄之队摸了摸下巴 说 有道理 说到对灌木层熟悉的人 最熟悉的 恐怕就要属学校 维护绿化的工作人员了吧 既然说到这 那我就忍不住说两句了 主办侦察员开口了 学校绿化维护 交给铺协管理的园丁 我们也有接触 但是觉得不太可能 你说如果是园丁干的 他为什么要在 今早浇水的时候 自发报案 拖延一些时日不好吗 大家都觉得 侦察员说的有道理 沉默不语 主办侦察员接着说 当然 他们有两个园丁 另一个园丁 我们也找到了 确实也像你们刚才说的那样 身上被蚊子咬了不少包 一直在抓 但是我个人觉得他就更不可能了 为什么不可能 我和黄支队一口同声 侦察员羞涩地笑了一下 说 外围调查 他性功能障碍 去医院看过几次 啪 黄支队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吓了周围的人一跳 他说 性功能障碍是不行 不行 可不代表不想 你们不知道吧 两名死者都没有被强奸 而是被用手指和竹指猥蜉 我开始就怀疑 这个只猥蜉不强奸的人 性功能不正常 导致了心理变态 李局长略加思考 说 盘查一下他 去办好手续 搜查他家 刚刚走进这名园丁的家 我们的猜想就得到了证实 园丁家的墙壁上 都是自绘的一些不堪入目 极为变态的淫秽图片 还贴着一些女人的裸照 打开园丁家的一个大衣柜 我们居然发现了很多 新新旧旧的女性用品 有内衣内裤 有女士手机 有女士挂包 简单地清理了大衣柜里的物品 我们就宣布破案了 因为我们在一个女士挂包中 找到了陆苗的身份证 审讯园丁的侦察员 向园丁宣布指纹对比的鉴定结果后 园丁就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了 原来他之前一直涉中局盗窃各种女性用品 企图恢复他已经丧失了的性功能 可是一直未过 一个月前的一天 他喝了点酒去学校值班 在校园里闲逛的时候 突然来了便衣 就去现场的灌木丛中方便 方便完以后 发现胡雪雪打着电话 沿着大道走了过来 他顿时酒壮怂人胆 色胆包天 从灌木丛中突然跳出 掐住胡雪雪的脖子 将他挟持进了灌木丛 在将胡雪雪完全控制住 并卫生纸堵塞住口腔后 他发现自己仿佛有些勃起的征兆了 他正有时事将间 却遭到了胡雪雪的反抗 胡雪雪挣扎中 抓坏了他的衣服 于是他一怒之下 将胡雪雪掐昏 并用三根竹枝 查出了他的下体 案发后几周 直至开学 都没有人发现胡雪雪的死亡 于是圆丁的胆子就更大了 加之上次尝到的甜头 他决定再伏击一名女子 陆苗就成了圆丁的猎物 可是这一次 圆丁并没有再次恢复功能 加之陆苗伺机逃跑 圆丁追上后刺杀了他的颈部 猥亵后发现陆苗的身体逐渐变凉 于是兴兴离去 现在女大学生的防范意识不强 黄之队说 本来一个人走夜路就非常危险 还要边走边打电话 看似在壮胆 其实分散了注意力 容易被犯罪分子抓住机会 袭击得逞 我点了点头 自言自诩道 是啊 看来 我是该写一部小说 警示一下世人了 有声小说 法医秦明 诗语者 第十九案 校园禁地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